12月3日张博芝登上东方卫视今夜摆了门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张博芝一连换了多种造型 现场玩嗨古灵精怪 古装造型超美 网友看后大赞扬眼 女神一直很美 博芝的古装太美太让人服气 古装一出场哇塞太美了 好像又回到高一看河东湿吼的样子 张博芝可谓是无数90后心目中的童年女神 这次她在节目中以场景喜剧的方式爆笑重现经典 曾多次拿下镜像奖的张博芝变身演艺新人 因为普通话不好早搭档狠批 最后直接现场学起了东北话在线和东湿吼中的经典表白场景 画面搞怪至极而曾被不少人吐槽的烟草 这次也成了张博芝自黑的桥段 让姐姐给你唱个歌吧 好 姐姐给我唱个歌 找不到真强的理由 你不喜欢 妈妈 我喜欢她 阿姨你一定是生病了 嫂子她会这么可怕 吃什么这样 她肯定不喜欢 甚至还出现了吐血的夸张场面 可谓十分窝的出去 从1998年的喜剧之王开始 张博芝为观众奉献了不少景点银幕形象 无论是心愿中的温柔护士秋南 还是和东湿吼中的霸道妻子刘月红 每一个都女神风而十足 令人印象深刻